好另外再看到凤凌镇的6号上午是举行了杰出体育成绩颁奖典礼 表扬凤凌镇各级学校的同学在现赛全国性比赛中勇夺竞赛的夹击 凤凌镇有校长顾湘美名凤凌学子在各项体育竞赛表现上不遑多让 屡创夹击甚至举办国际性全国性的运动赛事也创下了台湾小镇的记录 为了鼓励各校的学子民众在体育赛事的优异表现 镇长肖文龙特别订定了凤凌镇体育奖金发放办法 一线赛全国赛国际赛成绩给予1000元至1万元不等的体育奖金 那我在体育我常常都是会看网球比赛 网球的那些选手小雪鱼 他不是6岁的他们就开始在练 这世界级的那个贤售他们有网球学校 他们4岁6岁就开始在打网球 所以有的打网球呢 他的家里人呢 会把他带到其他的国家去 强的国家去去打去练习 所以要从小就是要把他提升起来 因为我们要是说某一项的那个比赛呢 能拿到全世界的名次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阮氏网球协会副理师长赖刚宏表示 除了感谢镇长肖文龙以及镇公所 对体育活动的支持 并强调体育是多元教育的一环 期待同学们能够增进自己的学业知识之外 体育上同样能够获得持续的精进 发展体育呢 着实是可以让我们镇上 同时增加了好几百万的这个裁员 那之后呢 我们陆时也举办了中华杯 全国性的 还有这个青年杯 自由杯 甚至是国际性的 曼城凤灵杯软氏网球国际锦标赛 那这个国际性的锦标赛呢 也受到了亚洲软网联盟的肯定 那每年呢 都给我们授权书 要求我们凤灵镇继续举办 那当然因为这几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直被延宕 所以原本预计两年要举办一次的 将会在明年 开始再重新的来举办 就感觉好像是奥运一样 四年半一次了 那这个活动呢 的发起人 的创始人 也当然就是我们的肖文龙肖镇长 因为他有很宽广的心胸 有很大的视野 才能够促成这次 国际性的 卵氏网球锦标赛来举办 凤灵乡亲或是子弟 经常在各项体育赛事里 勇夺冠军 实质是为自己 学校家乡 增添了许多荣耀 去年颁发奖学金 而在今年的运动奖金颁发 是增加到了7万6千元 代表大家的成绩 进步显著 也令人欣慰 记者林杰 凤灵阵采访报道 凤灵体育 定期判